欧阳娜娜素颜显身!17岁少女颜值爆表!网友却说这是罗志祥在作妖。 日前,欧阳娜娜在机场被拍到一席黑衣素颜出镜。 只见她美搭泥彩服,外面一件黑色长款大衣,头戴绑球帽,长发披肩,完全素颜,连粉底和唇彩貌似都没有。 网友们赞道,17岁真是花痒的年纪,完全不打扮都这么好看,满脸的胶原蛋白啊! 洋溢着自然的青春气息,和人造的就是不一样。 不过也有网友找到了亮点,声称自己看到的不是欧阳娜娜,明明正是罗志祥嘛。 仔细一看,欧阳娜娜和不老妖精罗志祥还真有几分相似,无论是武官还是气质,或者说更像朱碧石。 朱碧石是罗志祥在《极限挑战第二季》第五期中扮演的一位蛇仙美人的名字,一身红衣相当喜气,让人过目难忘。 没想到竟然还引来很多商家找其做宣传,成了新一代网红,罗志祥本人还开玩笑地说,朱碧石比我还要红啊。 而早在2016年,罗志祥和欧阳娜娜就在台湾合作拍摄过《机器之血》,两人结识已久。 在该部戏中,罗志祥带着粉红色假发,一身皮草,浓妆艳抹假扮女人,其美艳程度连娜娜也甘拜下风。 这部戏的主角是成龙大哥,当时欧阳娜娜因出演该片被称为新一代龙女郎,结果因为罗志祥太过美丽,欧阳娜娜开玩笑说,小猪哥哥才是龙女郎。 对了这次欧阳娜娜撞脸罗志祥,网友们说,这根本就是罗志祥,他又在作妖。